你谁啊你 又来了一个 公民有罪 应该送到内务府 干嘛滥用私刑啊 原来是你啊 你可真厉害啊 做不成我二哥的福晋 居然跑来做公女了 原来她就是 八跟你说的那个 贪慕虚荣的女人 没看出来 挺有正义感的嘛 什么正义感 我看 她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 不过她算盘打错了 她要是知道 得罪我们三个 是什么下场 我看她 肯定不会出这个头 我们走 大大奴婢 站住 你口口声声说 宫里的规矩 宫里的规矩 我问你 你有遵守过 宫里的规矩吗 我们是二哥 你们是宫女 见了我们不行礼 也就罢了 还敢在我们面前 大摇大摆地离开 说 你 干一弹何罪啊 把他们俩一起 拿到亲者库去 走 走 放手 放手 你们是二哥了不起啊 只不过比我们 会投胎而已 如果跟我们一样的 生存环境 不见得会比我们好多少 还有你 不要看到一个人 就说人家贪慕虚荣 不是每个人 都贪慕你们的金钱 还有地位 你们两个是二哥是吧 要治我们的罪是吗 好啊 去内务府啊 去皇上面前啊 反正就是不能滥用私刑 你知不知道啊 在宫里得罪我们 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我管你有什么下场 反正我就是看不惯 你们几个大男人 这样欺负一个女人 我现在决定不送你去新诊库了 我会让你的日子 比在新诊库痛苦一百倍 早晚有一天你会明白 你今天所做的选择 是多么的愚蠢 我们走 怎么办 你为了我得罪了他们 没事 管他呢 兵来降岛水来土野 我就不相信他们几个 能只手遮天 你说是吧 谢谢 喂 你 我们见过一次的 上次雪花葵你赢了我 是两次 太子别愿那把火是你放的吧 我亲人看到的 火药是从你袖子里掉出来的 你看见了 嗯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你不知道 这药会害死很多人的吗 我也是没有办法 我们全家人都死在太子手里 我选花葵 就是为了接近太子 替家人报仇 可是没想到 结果选上的却是你 所以 我只能再次冒充五姬接近她 结果太子没死 倒死了一个无辜的 所以我心里也很内疚啊 我想尽了办法才进宫 做宫女 就是为了替自己赎点罪 没想到你也是一个可怜人 我已经是一个死过很多次的人了 我倒无所谓 可是这次 你为我得罪了八阿哥 还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报复你呢 得罪就得罪呗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大不了闹到皇上呢 千古一帝嘛 我就不相信他会包庇自己的儿子 千古一帝 对啊 就是皇上的意思 你看啊 咱俩认识一场也算有缘分了 你好 我叫秦川 我叫素颜 那咱们以后有什么事情 要互相帮助 谢谢 我去干活了 他这次得罪了帮阿哥 一定死得很惨 你说他房间腾出来之后 会不会给我啊 四二哥 你不用多说了 白天的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 这次 先是西贫娘娘 后是王八 看来 已经成为众矢之地了 那现在该怎么办 暂时什么都不要做 先韬光养晦 等着我来安排 是 四二哥 还有什么事吗 四二哥 今天白天的时候 有个宫女为了帮我 得罪了八阿哥 还请四阿哥 去八阿哥那边为他说说情 我记得我告诉过你 为我做事是不能有别的感情的 可是 可是他为了救我 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 我们都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倘若我去向老八求情 老八就会顺着他发现 你自己想想看 这是个什么样的结果 记住了 在宫里最安全的就是什么都别做 在宫里最安全的就是什么都别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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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晚上带我来这干嘛 好 好 刚才嬉嬉娘娘传了一纸 让你跟我把这里打扫干净 好 这时候打扫啊 嗯 是啊 你不信啊 你不信可以把娘娘叫醒问他啊 不不不 那 那 那从哪开始扫起啊 嗯 嗯 你扫那边 我打扫这边 去吧 哦 那去啊 哎 喂 欣蕾 开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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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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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再过两天啊 就是赫社里皇后的诞辰 皇上要过来住几天 你们都给我记着 把这东西两边的侧工 打扫干净了 听见了没有啊 有